张阿姨今年已经是70岁了 老伴儿去世10年 女儿常年定居在国外 张阿姨独自生活 张阿姨虽然年事已高 又是一个人生活 但身体健康 爱好广泛 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 可是最近却发生了一件事情 打破了她原本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我爱人是10年前去世的 在她在世的时候 也就是15年前 她和我爱人是朋友关系 也是一个工作关系 她属于外地人 她要在北京卖车 就借用了我爱人的名义买的车 所以车钱是她自己本人掏的 但是车的名字就落在我爱人的头上了 我爱人10年前去世的时候 就把这个整个车就转到我的头下了 这本是张阿姨爱人 为帮助朋友办的一件事情 为何却让张阿姨突然开始 担心 害怕起来呢 当时我就认为是李河一直在开着这车 可就是不好说了 出于对这辆车使用人驾驶技术的担心 以及自己将来有可能要承担的法律风险 张阿姨开始萌生了索要回车牌的念头 然而这个索要车牌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于是张阿姨想到了向栏目组来求助 请说出您的诉求 我就是想要回我那个车本 其实很简单 就想要回车本 来 阿姨坐 您今年年龄多大了 大一份 整70 70岁了 我刚才猜您大概五六十 非常显年轻 今天刚才说想要车本 这是谁的车本啊 其实这个车本是他和我爱人的互相朋友关系 当时发生的事情 可是我爱人在十年前去世了 所以他去世以后呢 我就知道这么回事 他所有的财产都过着到我的头上以后 这车本也就在我的名下了 所以他还是在用着这车 这个人是谁啊 是你们朋友 他是我爱人 不是同单位的一个下属关系 就是认识的 对吧 您说的这个车本是指驾驶证啊 还是什么呀 到底 其实我都没有见过 我就知道他后面那车牌号 那是我名下的 哦 牌照号 牌照号 对 应该说是您名下的车本 对吧 但是不在您手里 对 那年是过春节说 他来看我都站起来要走了 他无意中说话露出这一句 说那辆车我侄子还开着呢 我说哪辆车呀 他说就当初就说我爱人的名字 帮他买的那辆车 哦 我说那还有一辆车呢 十五年前 十五年前啊 当时怎么没有跟他提啊 因为我找他 我就想跟他协商解决 就是找不着这个人了 你知道没有他并段 他这那年过完年 和您见了一面之后 对 他一看我警觉了 就关闭了手机 你知道吗 就断了跟我联系 所以我就找不着这个人了 事儿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自己有一个想法 我走了法院了 法院他可能这礼拜吧 要不我们协商解决 我觉得我们俩坐在一起 当着法院的面 也能看到我的发票了 也能让他说出了 当时是怎么回事 你们买的车 如果说我也知道 这个车最后没结果 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开着去的 他不会把这些资料 这车去交给法院 那么傻的 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小九九啊 既然我已经去了法院了 这车如果再出事 我自己先给自己摘出来了 我立案了 我心里就不害怕了 你知道吗 这是我自己一个小九九 再我还打了一个小九九 我出了法院以后 因为我有他的电话 有他的那个地点 我就带着一个人 偷偷找我那辆车去 我就暗访那辆车去 找着那辆车以后 我就让那小伙子上去摘牌 咱们拿这牌就走 摘了牌以后 我不就是怕这个车牌出事儿 可以去补一个 他说他丢了 去补一个就完了 他补不了 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他可以做假的 我是这么想的 过去以后就摘牌 其实今天事儿很简单 我就想跟商人老师说一说 就是哥吧 你说爱说不是个特别大的事儿 但是你看对方的感觉神神秘秘 然后到阿姨这儿是 基本上信息都不全 好多事儿都不知道 就是一笔糊涂账 我觉得阿姨是一个 其实这法律意识还是蛮强的 因为我也开车 有时候开车就爱听那个广播 有些交通广播 那就会讲到了 那可能我们的车 不能轻易借给别人 一旦出现了问题 那你就要承担什么什么样的责任 中医传承 匠心优远 高真堂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促 育后防腹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量医好药 方险效 熬治后凡 医人心 高真堂 倒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护航 北方嗨购 本期推荐 红豆一米燕麦饼 选用的赤小豆 来自黑龙江五常 至全国著名优质 红豆生产基地 富含膳食纤维 科学配米 吃了也不用担心发胖 扫描二维码 或者微信搜索 北方嗨购 直接购买吧 对于这辆车 最初老伴为何要帮助 李先生办理车牌 以及当初老伴 是否和李先生 有过约定 以及办理车牌的 科技 赋予眼睛超能力 你用它 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总有人为你守护它 在科技也无法抵达着 模糊地难 总有一些人 用爱去呼唤 全新视角 看好青少年近视防控 健康朋友圈 合适眼科青年医生说 表示北方频道 首当医学科普脱口秀 所有人都听好了 要想日子过得好 生活潇洒 没烦恼 赶快加入大海这些会员 以后再遇到烦心事 感人事 闹心事 高兴事 这都不是事 大海这些通通帮你解决好吗 但是记住哦 得先加入大海这些会员才行 打开手机微信 扫留二维码 按住识别 数全登录 加入大海这些会员 立马就能得到现实红包 最高可得88元 转发的朋友 还能天天抽红包 每天就消费美权 法律服务 热线福利购 9块9百所有 这好事上哪儿找去 记住就扫这个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热线会员待着好 日子潇洒 没烦恼 赶紧扫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到 北方嗨购全国甄选 本期推荐五肠大米 五肠大米香味独特 煮熟的米饭范粒油亮 Q弹爽口 五肠大米每年只收割一季 年产量仅100万吨左右 市面上的大米鱼龙混杂 想买到正宗的五肠大米 并非易事 北方嗨购惠民低价 让您足不出户 就能吃到正宗的 2021年新五肠大米 现在下单马上快递到家 扫描二维码或者微信搜索 北方嗨购直接购买吧 发掘更好的产品 寻找更好的原产地 记者实地体验调查 只为更好 北方嗨购 在律师调查环节 专家老师针对车牌当初 如何办理的落户 过户 以及扎以想要 寻回车牌后如何处理的问题 层层追问 发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律师提议环节 专家老师又会给出 怎样的解释和法律建议呢 张阿姨找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